今次介紹一下變形金剛 變形金剛Studio系列 今次Studio 86就出到Dollabox 好像第四隻號叫劍龍 如果對G1有愛的朋友 見到這隻這麼肥的劍龍 是非常之會很喜歡的 變形只有31個step 非常之簡便 先看看劍龍身上的圖裝 和情報量細緻 它的造型很可愛 是肥嘟嘟的 尾巴非常之短 屁股扣 屁股扣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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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腕腳掌都可動 屁股扣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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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玩起來就像在玩DX玩具的感覺 變形都非常鑑變,我就開始了 打開這裡,其實就變成他的胸口 什麼叫做失去頭?有死筆? 他巧妙地用了這個小小打開,就把腳掌藏在這裡 打開兩隻腳,你看到上半身的部分就是腳板 然後就把胸口收起來 變形都很直 然後翻出來,就是一雙粗壯的大腿 不看船延處都差不多可以變得到 這樣就... 去到... 這個卡式 所以他就... 這手腳就收得很漂亮的 這樣可以看到 他可以連恐龍仔的腳完全收納在腳裡面 外觀就非常完整 前後都沒有穿奔 打插嗎? 這個卡式是86、19 其實是指什麼? 把那個系列介入是電影版的 86年電影版 86年電影版 然後是另外一個計法 類似是這樣 厲害 這樣就轉了一條腰出來 打開後面可以對回頭出來 然後就看到很大的頭 有點像... 馬面 好,摺一摺 後面這個東西就成為背部了 然後就縮回腰 最後就是手部了 把拳頭收起來 再把拳頭收起來 再把拳頭收起來 你看到這個變形非常直覺和順暢 嘩,真的很有你這樣說 還有跳尺的感覺 很有那種戰隊的DX DX的感覺 夠大聲 對 這樣就變軟了 轉圈給大家看看 那這些外觀呢 就非常之還原G1的形象 那些可動啊,貼地啊 全部都有齊了 八指腳啊 轉腰啊,跪地啊 完全沒有問題的 你看到手這些呢 都是非常之精彩的可動來的 摺了 扭腰啊 嘩,挺有型的 再貼地都做沒有問題的 所以 這些是 我覺得是最高端的恐龍派了 那官方呢 都非常之有心去出的 那應該很快 出了飛撲 就應該齊齊一家人了 那到時呢 就可以大家一起去打這個建築派了 那這些街呢 就 絕對有得賣的 在這個 各大的 玩具飯兜城啊 百貨公司啊 全港最受歡迎玩具店 都有軍售代手的 那當然啦 你可以上我們 剛才介紹的 Haspo 那個官方網站 都可以買到的 好 那就很快趣 那就介紹完畢了 好,稍後再見 MING PAO CANADA souls